同志们千呼万唤的新款特斯拉Model 3终于来了 下面就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次改款到底改了些什么 首先外观上的变化是让我觉得新车是更精致更好看了 它的大灯组使用了一个更加扁平更加细长的这么一个灯带 横向的布置看上去更加利落 而尾灯也是用了一个勾状的一体式发光灯带 不知道这个尾灯发光元件的一致性是怎么样 除此之外的前后保险杠上面的毫米波雷达全部被取消掉了 以后你倒车之类的供况下 它的所有距离探测都是要靠纯视觉来完成 好不好用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从制造成本的角度讲 这前后保险杠的价格真的是不下来 再有18英寸跟19英寸轮圈都换了全新的款式 不过我个人觉得19英寸轮圈还是改款之前的更加漂亮 拉开门走进内式那个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 全新的中控台造型其实和门板结合的更好 门板其实也用了全新的造型 它的中控台前部实际上是有一条分层的设计 和门板的氛围灯结合在一起 是一个环抱式的结构 让人想到了老的捷豹XJ稍微让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 原来中控台上那个木纹式版被取消掉了 虽然是个贴纸吧 但我还蛮喜欢 中央的屏幕升级到了15.4英寸里面 继承的功能还挺奇妙的 而在座舱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这个方向盘上 首先是换了全新造型的方向盘 上面集成了非常多的功能 比如方向盘后方的两个拨杆 左边的转向灯和右边的换挡都被取消掉了 转向灯被挪到了方向盘的左手边 同时还集成在方向盘的也有语刷 语音控制 倒吹影像等等一些功能 而换挡这个功能则被放到了 中控屏幕的左上角上面 这一点和改款之后的model S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功能其实也做了物理背 好像是在车顶阅读灯的这个位置 至于具体这套系统好不好用呢 其实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方式 从之前的评测来看 确实是需要时间来适应它 其实这种从成本出发 乃至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 以至于强行改变了用户习惯的做法 其实是非常特斯拉的 非常的激进 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 这个车最终上手的感觉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令人喜闻乐见的点 是这辆车的后排 现在也换用了双层的隔音玻璃 这样的话车辆的静域性也会得到一定提升 而且前排加入了大家期盼已久的 座椅通风功能 而且整个门板乃至座椅材质 都进行了一些升级 而且后排部分还多了一个 类似model S的控制屏幕 让这车内部的精致感进步提升 但是各位注意非常敏感的一点 这辆车的价格比老款贵了2.8万元 昨天晚上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在改款之前 后驱标续车型起车价是23.19万元 而现在的售价分达到了25.99万元 这样3万元的差价换来的这些提升 我觉得基于当下2023年用户的需求 以及同级别竞品的表现 我认为这个价格实际上是有点高的 不过我进一步研究发现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2019款model 3标准续航版本 它的上市价格是29.18万元 昨天晚上这个车型的价格 其实是23.19万元 中间的差价6万块 今天公布的新款车型 起售价是25.99万元 25.99减6是等于多少 这不就是之前传言的 19.99万元起售的model 3吗 所以听我一句劝 新款的model 3其实是个不错的车 但是考虑到它后期的降价空间 我建议各位还是在等一等 谢谢大家